提起当前世界上军事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相信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 中美俄三国 近些年来呢 中俄两国的军事实力都有大幅的提升 但和美国相比 始终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俄两国谁才是世界第二的军事强国呢 大家好我是大黄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中国两国谁的军事实力更强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了 直逼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而中国的军事实力 虽然以全球第一的美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但已经直逼一直以来 军事实力排名全球第二的俄罗斯了 去年年初呢 陷入纷争和战火中的俄罗斯 没有第一时间发射足够的导弹 来摧毁乌克兰的军事指挥中枢 因此被外界认为是俄罗斯军备储备 严重不足的同时 更是让国际上发出了另外一个声音 或许目前中国的军事实力 已经排名世界第二了 还有一些军事迷呢 为了进一步证明 中俄之间的军事实力 还对中俄两国具有代表性的装备 进行了对比 我们就来看看具体内容 首先呢 从人员规模上来说 中国的现役人员大概是100万 预备役是现役人员的数倍之多 不得不承认的是 这既是中国庞大人口技术所带来的红利 而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是中国国家经济实力的支撑 那跟俄罗斯对比呢 目前我国现役军人是俄罗斯的好几倍 并且在储备人员上更是占有优势 第二 从陆军人数与陆军装备来说 中国显然更具备优势 不管是目前正在服役的装甲车 坦克火炮等相关装备的数量上 还是整体作战的质量上 我国在最近的10年随着科技的进步 不仅仅武器装备现代化 甚至还有很多装备已经智能化 那坦克作为陆军地面作战能力的重要体现 在近年的阅兵仪式上 打头阵的主战坦克99A早已成为了国际教练 并且成功入选了全球10大最强坦克之一 不过虽然我们中国从装备数量到人员上都具备优势 但是俄罗斯作为老牌军事大国 其陆军不管是装备实力还是作战实力 甚至都跟美国不相上下 俄罗斯的坦克装甲车火炮 虽然已经老旧且数量不占优势 但是俄罗斯的火炮也有些已经实现了自动化 再配合主力战车和步兵战车 再加上俄罗斯的陆地作战经验 不得不承认就连美国也要十分的警惕 第三点在已经连续一年的俄乌冲突当中 已经让国际上看到了俄罗斯空中装备和海面装备的老旧 以及数量的严重不足 俄罗斯虽然在苏联解体时获得了大量的军事设备 但如今已经过去了30多年 而且从独立以来经济一直受到欧美国家的重创 因此也萧条了几十年 以至于空中作战力数量虽然不低 保持在4000辆左右 但已经是老旧设备居多 有数据显示俄空军战机老旧设备超过了四分之三 与中国几乎是先进的五代机占大多数相比 俄罗斯的空军实力明显要落后的多 与此同时 中国还有翼龙彩虹等领先于国际水平的查打一体无人机 另外在莫斯科号被击沉之后 俄罗斯的海面装备更加不足 而且还是以老旧舰艇居多 相较之下 中国在近年来不仅实现了三航母 在福建舰下水之后 成为继美国之后的另外一个拥有重型航母的国家 而中国的水面战舰 在近年来更是如同下饺子一般 数量越来越多 甚至单单是我国南海舰队的实力 就已经是俄海军难以比较的 可话说回来 俄罗斯海面装备虽然老旧且数量不足 但俄罗斯的水下装备却十分的惊人 这一点就连美国也一点都不敢放松 比如俄罗斯不仅拥有37艘战略导弹核潜艇 而且俄罗斯长度为184米的 比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满排水达到了3万吨 而他所搭载的波赛东和鱼雷 被西方为了最令人恐惧的武器之一 综上所述 中国与俄罗斯在军事实力上相比 客观上来说 双方都各有千秋 实际上中国之间的军事实力 到底谁排在地儿 可以说很重要 但也可以说并不重要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让国际上许多的国家 能够看清楚中国的实力 不敢随意造次 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 那不重要的是呢 中国的国防实力 是为了捍卫主权和国民幸福的生活 而不是为了军备竞赛和排名 那你觉得我说的对吗 订阅我了解更多中国故事